第十九階 保德信青少年志工正名中 全台湾有四千二位青少年志工保命认算 中华官特地上港五方程 临臨江省臨家屋以及临臨家省库申名等等 三位推行禮策 在全国只有三十名的结出志工中 另外中华古中臨松轎等等十位同学 在奉献中的庆典 特地上港中华古中精神古中等等三件好好的 在博物教育开幕的得受众 在这里除了感谢基金会长期对青少年的社会服务 这个一个关怀 鼓励着年轻人从事志工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学校的支持 以及老师们的带领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从他的所学里面 来人贡献到偏乡贡献到他的社区 贡献到一些弱势的孩子们的身上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训练 孩子会更加的有自信 他在实践的管理以及各方面也会更棒 在这里除了感谢我们所有的市长跟基金会 也要鼓励我们孩子们多来从事志工 透过实践他能够更加的了解 什么叫做十比授更有福 我们这个奖项的办理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 给很多像我们在场13位同学一样优秀的青少年朋友 一个发光发热的机会 那从这个奖项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在美国以及我们台湾的办理经验之中 我们发现到同学们平常投入这么多时间心力 服务他人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 除了丰富了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外 同学们也从这些志愿服务的过程里面 体会到很多的自我改变 例如有很多同学告诉我他们的个性 因此变得比较正面开朗 乐观 自信 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变得比较更富有同理性 所以与别人能够有更多更深的连结 进而也找到肯定的自我价值 因此变得比较快乐 比较幸福 不得心青少年志工正应中 在台湾推动已经十九年 到现在高雷超过七万名的青少年 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促进青少年中属志愿服务 探索自己的技术 进一步合上串联合作 结果应变重新的能力 重大它加它的影响力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有更多好事发生 我当初想要做资工是因为收到 奶奶的外婆的祈祷 然后她就是带我去读金班 然后我在读金班长大 那现在也在读金班服务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读金的过程中 我可以带给小朋友他们一些欢乐 那同时也让他们成长 那自己本身也透过读金 那也让我自己本身 获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那我很谢谢我的外婆 那我得到这个奖 我觉得就是说 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那我也很谢谢大家 没有你们就没有建议我 谢谢大家 参加资工是因为看到学长姐 去服务 国小的小朋友科学 然后本身我自己也喜欢科学 也喜欢动手始作 然后也喜欢小朋友 所以来进去挖他的科学服务团 然后这次获奖的话 我觉得非常荣幸 也很感谢学长姐的支持 其实我参加这个志工活动 是因为我去参加那个教育部的 新世纪领导人才 然后老师里面就是讲的话 就感动到我 然后我也很感谢就是学校 给我的机会来就是 就是参与这个志工这一块 然后担任志工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收获 其实是最大的 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自己学习到的是更多的 然后也让我打开另外一面 更有自信的一面 然后得到这个奖 其实是要谢谢所有人 给我这个机会 我才有这个奖 中华馆青少年学主 热情分享志愿服务的经验 与相互的力量 影响台中的精神 更让中华人感觉很高兴 也特别感谢每一间好好 用心在青少年学主的心中 正到服务学习的政治 担任学生 实践社会关怀 团地温暖 为社会担来 正向的改变 工业频道科技 中华彩虹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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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